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Belisha 我是Ethan 那今天呢,是啥日子?礼拜五了 只要看到我们两个坐在一起,一般都是礼拜五的时间 那照理来讲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一些新闻或者是社会价值观的问题 不过呢,今天我们有一个更重要更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讲 就是在2月9号洛杉矶时间Pacific Times OK,早上7点我们会有每个月一次的东区同工联导会 那当天会是AI News主办 那其实我们现在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非常兴奋的 除了实体聚会以外呢,我们这次也开放了线上直播 所以这边邀请所有的这个AI News的观众一起在线上 在AI News的平台上面跟我们一起帮美国祷告 帮这个世界祷告,帮我们的教会,帮我们的下一代祷告 请神兴起祷告大军,让我们可以继续用神的价值观来翻转这个时代 其实大家一般看到我们都是在这讲新闻 其实没有给大家透露太多我们的教会和信仰生活方面的事情 还没有吗?我们不是每一季都在讲信仰吗? 可是可是就是大家应该没有看到过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这些活动什么的吧 那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对,所以呢这个礼拜三哈,二月九号,这个是美国西部时间哈 礼拜三二月九号早上七点钟开始,我们大家会直播这一次我们的成岛会 其实每次是成岛会都有很多牧师啊 或者很多那个早上起来的朋友一起来见一下 因为时间真的很早,早上七点就已经开始了哈 那这个时间这么早的好处就是在亚洲的朋友像说台湾啊,马来西亚啊,新加坡,香港,中国大陆的朋友 你们可以在线上跟我们碰面一个直播 对,因为那个时候在亚洲的朋友应该正好刚进被窝 你刚进被窝呢你就把你这什么iPad啊或者你的手机啊或者电视啊拿出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哈 对,所以说我们非常期待这次大家参加 我们今天要来准备下个星期三的东西,所以说Weekly Special暂停一天 如果大家呢要是想跟我们一起祷告,或者看看Ethan怎么弹吉他 或者想要看我们敬拜,大家就来 希望今天不要大破音之类的 就算大破音的话,我觉得应该大家也不会特别介意吧 因为我们平时的人设没有那么严肃啊 对,没错 那在这边呢真的很感谢,非常非常感谢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说真的感谢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 让我们可以有讲话的机会 然后我们也很感谢东区联导会 这么信任我们给我们这一次主办的机会 那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平时感谢的话 我觉得说的还是不够多 因为我们真的非常感激每一位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还有每一位一直长久以来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然后还有捐钱给我们这个新闻频道的这些人 还有给我们机会在频道上面打广告的恭喜 是,谢谢你们 对,因为如果没有神感动你们让你们来资助我们的话 我们其实是活不太下去的 虽然我们现在过得还是非常困难 我们每个月还是在吃我们自己的存款 但是你们的奉献可以让我们三个人每个月有钱可以付房租 那我们也没有浪费这些奉献 真的就是每个人乖乖的付房租而已 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Coffee的会员的观众 你可以考虑加入我们的会员 因为在这个时代保守派以及符合圣经的价值观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哎对,而且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时候加入我们Coffee的会员 十二门徒以及以上的 我们就会送你一个正义的味道马克杯 如果大家已经买了 请你给我们的email来发email 然后带上你的截图 我们就会免费 我们付邮费 我们就会免费的寄一个杯子给你 你只要在家等着那个杯子进来就好了 对,有收到的朋友也欢迎你寄照片给我们 对啊,让我们看一看 然后跟我们讲讲说 你们用这个杯子有没有喝出一点正义的味道来 那我们在这边也很感谢迦南美帝旅游公司一直这样支持我们 而且我们也觉得迦南美帝旅游公司的这个信息是非常有必要传播 而且非常有必要让大家知道的 什么信息 那就是 迦南美帝有一个4月份的行程 带大家一起去一趟以色列约旦经典之旅 哎呀你听这名经典 为啥经典 因为去的地方真的都特别经典 而且迦南美帝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公司 如果大家要是不知道的话 迦南美帝旅游公司是我们全洛杉矶唯一的一家专经 而且是只做圣地旅游的旅游公司 同时呢也是一家保守派基督徒的企业 那我们这次要去这个以色列约旦经典之旅呢 现在已经开始火热的订购当中 今天呢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个会去的 而且是在圣经中频繁出现的 尤其是在新约里面哈 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景点 那就是橄榄山 那这个橄榄山呢 它是耶路撒冷老城东部的一座山 为啥叫橄榄山 因为它满山呢 长得都是这个油橄榄树 那在山脚下面有克西玛尼园 那据说呢 耶稣经常跟门徒们在这个地方聚会 耶稣最后也是在这个地方 被罗马人抓起来的 圣经上有很多重要的事件 都是发生在橄榄山 那耶稣呢 在人生的最后一周来到了耶路撒冷 每一天都翻越橄榄山 进入圣殿来教导人 那圣经里面也记载了许多耶稣 在橄榄山的事迹还有言论 在这之后呢 我们还会来到橄榄山脚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过的 克西玛尼园 这个呢 是主耶稣被抓的那一夜 他在这个地方就呼吁门徒 与他一起警醒 一起祷告 那当天呢还会去一个西安山的马可楼 就是Upper Room 耶稣在逾越节前 就是在这个地方跟门徒们用了最后的晚餐 接下来呢还会开车 一起去看到耶稣被埋葬的空坟墓 而且还会在那个地方领圣餐呢 哇哦 听起来感觉好震撼的行程 对啊 在空坟墓里面领圣餐呢 对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有必要去看 而且非常非常有纪念意义的 你就说我们就是在这光说这 我感觉我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对 所以呢这些地方哈 真的是得亲眼去看一看 不去的话实在太可惜了 而且现在呢 由于这个疫情哈 没啥人 你就这经典经典就能空坟墓 你不得在那排俩小时啊 现在没人 你去了就能直接看 去了之后 好好地感受那个零饼杯的时候 那个哎呀 神说什么吃我的身体呀 然后喝我的血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到那个地方哈 这个思想就是一个升华 而且能有更多的领受哈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等待 赶快看我们屏幕上面的信息 打电话来订购吧 AI news 观众朋友 你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强调啊 你说哎 哎我是看那个AI news 看到你们这个广告啊 加拿美帝 直接就给你优惠100美元 千万不要错过哈 但是这个话说回来呢 就说你说我们这个YouTube频道 存在的意义啊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意义还蛮大的吧 就是我们这个新闻频道 存在的目的 并不是想嘲笑谁 跟那个是不是太一样的概念 对我们的新闻频道 目的不是要嘲笑左派 也不是想要辱骂民主党 不是想要讲一些就是大家爽一爽的话来促成这个娱乐的效果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翻转这个世代的价值观 哎这个不是说说而已哈 对是真的要翻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 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大家也有发现 就是说不是所有恨恶左派的人都是保守派 也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保守派 不是你反对左派 你就是保守派 然后圣经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然后保守派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才能真正的促成一波人也就是说不会说我们以后集合这个集体里面突然冒出左派出来 对对吧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 那其实你看我们就是会打扮这么年轻啊 其实也是希望告诉年轻人说 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人生是有价值的 他们活着是有目标的 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想要告诉保守派的观众 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保守派 你们并不孤单 你们虽然在社会上面被孤立在公司里面被打压 Vaccine mandate 被开除之类的 在学校里面你们不敢出声 像说在学校里面 你不打Vaccine你就不能上学 对而且你没有办法讲出你真正的想法 就是你对流产啊 就是堕胎啊 或者是你对LGBTQ等等 就是你这些方法 尤其是在年轻的这些小孩 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面 这样的人是绝对绝对绝对极少数的 你虽然在到处被打压 但是你们不是孤单的 有很多人跟你们站在一起 我们都认为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对有错的 而且是有事实的有真理的 而且我们都是有目标的 对而且我们真理的来源是坚固的 也就是说不管未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只要圣经在手 你按照圣经的价值观去分辨 你一定可以分辨出来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如果说你要是在这个世界飘来飘去飘飘荡荡 你今天看这个人说是对的 明天看那个人说是对的 哪怕现在你对于左派右派的东西 你好像大概有一个 好像意识可以分辨 然后你会觉得说 这次的大选是错的 但是你在碰到一些别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分辨了 因为你没有分辨的武器到底是什么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觉得我们传达的信息是有必要的 而且是要一直传达下去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真的要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的会员 来支撑我们这个频道 还有我们的事工继续运转 因为目前呢 已经有100多个人每个月给我们奉献了 那这些金额呢 虽然现在还是暂时没有办法 涵盖我们正常的工资 以及我们生活的基本开销 但是每一个人的捐献 对我们来讲都是重要的 而且每一个朋友 给我们的这些捐款 还有背后默默为我们的祷告 哪怕你的每一个观看 然后你的每一个转发 你的每一个点赞 真的都给我们起到了非常大的鼓励 所以请各位呢 继续能够支持我们 然后把我们的视频 分享给你认为需要的人 你的公司或者是 你所在的组织都可以 让他们来看到我们的频道 甚至让他们呢 也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的会员 一起在这个浑浊的时代奋斗 一起当这个世界的眼光光 所以说以上就是我们最近的update 所以说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欢迎大家下个星期三 参加我们早上七点的直播 一起为翻转这个时代 一起为了勇气一起祷告 不管啊 我们的观众你是基督徒 还是不是基督徒 这个都不重要 欢迎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 那如果呢 要是说 你是在这个亚洲的时间 这个时间对你来说太晚了 你睡觉睡着了 或者说我们频道朋友 早上七点 哎妈呀太早了没起来 没关系啊 这个一直都会在我们频道上面 哪怕错过了直播 你也可以稍后的回放来看 看直播的话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看到平常我讲话是什么样子 我平常讲话是常常吃螺丝的 然后这个 我请大家为他祷告 希望他在成祷会的时候 不要再吃螺丝 大家看我好像 那个节目里面讲话讲得很溜 其实就是都因为 那都得感谢Persela 对 因为他剪得非常好 把我吃螺丝 还有讲得不清楚的地方全部剪掉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菲莉莎 我是一顿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讯主播 Danny 以下为大家播报一则社区活动消息 失去至亲或至爱 是人生最深的哀痛 经历失落而仍处在伤痛的朋友们 鼓励您一同来聆听 由脚生癌症协会主办的线上讲座 走过哀伤迎向彩虹 2月5日星期六 每夕时间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讲员张皇求邦博士 半年面对丧亲带来的悲伤 及如何整理情绪 重新生活 其后还有支持小组 陪您一起走过哀伤迎向彩虹 查询电话626-286-130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